吳老師 我的觀察是經貿大戰事實上也越打越兇 那這裡頭除了供應鏈 美國事實上主導整個全球的重組跟板塊的重組之外 另外一場大戰是貨幣大戰 那指標的幾個發展 首先第一個是美元指數再度走高 緊接的是美國拉高了這個基準利率之後 兩年期公債殖利率跟十年期公債殖利率都創下十多年新高 這使得公債下跌 然後全球資金通通回到美國 可是非美的貨幣都飽受相當大的壓力 確實 其實美元指數在這段時間有比較大幅度的上升 我個人的判斷 其實最主要的影響因素還是縮表 縮表現在大概是有一兆美元的規模 那縮表它是怎麼做呢 它是聯準會把那個聯邦準備銀行體系的債券把它賣出去 然後把貨幣回收 所以一方面市場上貨幣的數量當然就減少 美元減少之後 美元貨幣的供給當然是下降 那這個部分呢它本身就會讓那個美元逐漸升值 這是一個原因 那另外呢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如果美國的經濟受到通膨 非常高度的通膨還有比較緊縮的貨幣政策的影響之下 如果美國的經濟有下滑的話 那可能美國的貨幣政策就會轉向 就會變成是降息 或者是要開始又要開始QE 好那但是呢 市場上對美國的這個利率政策 或者它貨幣政策的這個預期啊 就是在上個禮拜聯準會的會議裡面 它釋出了那個就是跟大家原先預期 有一個很不一樣的一個結果 那最主要呢 它是在講說 雖然在九月份它並沒有繼續升息 它是停止升息 但是呢 它把那個我們就今年 最後的這個利率的預測 把它調到5.6 那5.6呢比現在5.25到5.5還要高 那表示在年底之前 它還有升息一次的可能性 那另外一個是明年2024年 2024年那個原來 在上一次的會議記錄裡面 他們的預期是2024年的利率 平均利率水準會是在4.6 但是呢 這一次的會議上調到5.1 那5.1 它其實是告訴我們 明年呢聯準會最多降息兩次 那如果聯準會不降息 那貨幣政策還是維持 比較緊縮的情況 那當然美元 它的貨幣供給就會減少 那另外就是 剛才提到的這個縮表 這個部分 因為縮表 它是把債券釋放出來 把貨幣回收嘛 所以呢因為債券釋放出來 所以在市場上 債券的供給就是非常的大 那它當然就會把債券的價格壓下去 那債券的價格壓下去呢 它跟那個殖利率是成反比 所以殖利率當然就會升到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水準 好那我們看到兩年債跟十年債它就來到一個新高檔 然後債券的價格就來到相對的新低檔 那事實上過去喔 這個去年這個時間點我們也討論了台灣有很多金控公司 他們吃了一個虧 就是他們以前海外的很多部位喔 不知道買什麼就拼命買美國公債 結果債券的價格就跌了嘛 我現在觀察十年的債跟兩年的債 這一波能然是創波段新低嘛 所以這個假設我們再回頭講 直接連動台灣的金控或者產壽險的公債 海外美國公債部位 那我們觀察喔 兩年債的殖利率跟十年債的殖利率都拉到新高點之後 兩年債的公債價格跟十年債都來到新低點 然後去年這個時間點 我們也估算過台灣的金控跟產壽險 他們的債券部位有一個比較大的跌價損失 現在看起來今年這個狀況又發生了 而且帳上的跌價損失的壓力又更大了 確實因為那個在過去啊 因為那個基本上美國它的利率是很穩定的 它不會有太大的波動 所以債券的殖利率或者債券的價格 它是穩定的 在過去的公債確實是一個穩定的資產 但是現在的情況已經改變了 那就是美國強力省息的結果 就導致公債的價格大幅下跌 所以你持有公債 其實他就是有一個潛在的虧損在那邊 那當然對對金控體系來講 他如果沒有變現 那影響就不是那麼大 但是呢 他如果他譬如說 他現在有現金的需求很大 他必須把公債賣出去 那這個虧損就會實現 所以其實不只是台灣啊 全球主要的一些金融機構都有這樣的問題 好那老師另外一個壓力是美元指數走高之後 全球主要的兌換的非美貨幣都有貶值的壓力 那指標的台幣事實上這幾天都在32.1塊錢在震盪 然後人民幣現在這個7.3的壓力也很大 然後日元我們現在錄影的時間點148點多 所以他顯然要回撤他前一波150的整肅關卡的壓力 所以亞洲的相關的貨幣的資金外流跟貶值壓力也在起來 是其實他最主要的原因是是因為美國呢 他的這個強力升息還有嚴重的通膨 他導致消費下降 那這個部分呢就會影響到亞洲這些以出口為主的國家 所以我們現在這些亞洲國家呢 都面臨比較嚴重的出口衰退 那在出口衰退的情況之下經濟表現不好 那當然貨幣貶值的這個壓力就會變大 對好那回頭又來看 美國這一回合的高利維持多長的時間點 會衝擊全球金融市場 剛剛講到債券市場首當其衝 再來貨幣市場跟外匯市場上面 非美的貨幣都有明顯的貶值跟資金外流的壓力 然後美國事實上核心的壓力是在他的通膨 可是現在走到九月份 最近油價又走高 然後年底又可能是一個相對的能源的壓力的忘記 確實就是在這個部分 我想最主要還是看全球升息循環會進行到什麼時候 但是因為美國自己本身的這個經濟還是蠻有韌性的 那只要經濟不出問題 那美國維持高利率的時間還是會延長 那這個呢當然就會影響到這個全球資金的動向 好那所謂核心的這個壓力還是要看CPI 確實 所以我們看到最近的CPI他是有點回升 那這個對美國來講 這個確實是一個蠻大的壓力 好老師 所以美國的通膨壓力衝擊了全球的資金壓力 也衝擊了全球的債券市場 是確實 其實那個美國的利率政策 他主要還是要考量到這個通膨的影響力 那我們可以看到跟去年通膨的高點比較起來 現在CPI的那個年增率是有降到剩下百分之三點多 但是呢我認為聯準會他真正關心的 其實還不只是一般的CPI 而是核心CPI 甚至有另外一個指標叫核心PCE的物價指數 那這個呢這兩個指標目前都還維持在四以上 那去年最高的時候核心CPI是只有六點多 那現在降到四點多 其實他的降幅並不大 那另外在核心PCE的部分 去年最高的時候就五點多 現在降到四點多 降幅也是非常有限 所以如果核心CPI還有PCE物價指數 沒有辦法降下來的話 那美國維持高利率的時間 還會再拉長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 就夠了解了方面 停 我來檢查一下 我們 那